SBO總冠軍戰GAME4 持續在新莊體育館舉行 上半場雙位數落後的蒲園 第三節在林金榜跟陳堅恩的代理下 急起直追 下半場回進41比23的攻勢 最終蒲園就以68比63贏球 系列賽取得三勝金牌優勢 我覺得我們上半場有一點忘了我們是哪一種球 就是想要跟他們一直拚勁 中場休息的時候我就提醒他們 我們又不是一直出來直接投三分的 我們自己防守的一種 所以我覺得下半場做得最好 就是我們開始防守 上半場他們40分 下半場可能23分 我覺得我們球隊願意從防守開始 可以打得很速 現在打得防守 大家其實下半場 因為上半場講真的就是打得很爛 然後下半場其實上去之後 其實大家有這個意思 那防守做齊 對防守 就是 防壓第一個分 然後 把一些籃板也抓下來 然後把自己的節奏轉回來 我覺得 有球 接連受傷 方向就一開始不能打 然後我們上半場打得還不錯 可是下半場的時候打擊的手 目前可能我不敢提到這樣 可是因為他聽到一聲 有點類似打喇叭在日本那樣 所以他剛剛手有點硬就哭起來了 然後明天早上我們會幫他安排他去檢查 受傷 其實是屬於比賽的一部分 那我們不管是球員跟教練 我們都要去接受這一關 起碼我們已經拚到了冠軍賽 上次這樣很可惜 就是在最後兩分鐘 我們之前對補連畢競賽的時候 就機場也是這樣 就是最後兩分鐘 那我們今天還是真的很好 然後就是我們會需要調整的地方 然後 就算現在3比1落後的 然後脊肉鬆 但是我們 所以我們不會放棄這樣